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聊这儿很开心啊 看看台下的观众啊 想起了当年的自己嘛 再看看台上的朋友们啊 想起了我们的辉煌 再看看台下的张绍刚老师啊 想疯 就是 真的 我跟张绍刚老师录节目两年了 还跟他在一个节目里 真是没出息我 我 对张绍刚老师挺挺好的挺好的 刚才说我是superstar 就我superstar 我觉得您就是super脸大 真的 真的 我老跟张老师录节目 对吧 他那个就特别占地儿啊 就是他那个 你知道那个那个 在现在看这个节目的那个朋友们啊 可能觉得我们一直在给张老师特写啊 没有 真的 都是远景 对吧 拍张绍刚老师已经在棚外边了啊 导播还在说往后拉 太大 往后拉 太大 刚才李大人说我膨胀啊 说我很膨胀 我膨胀吗 对不对 我要是膨胀 我还在这给你们落这里偷个秀 对不对 啊 我放着青春偶像剧不拍啊 我放着电影节红毯不走啊 我来这说偷个秀啊 为什么呀 对不对 你们想过没有 为什么 他们不请啊 他真是不请 对啊 今天的主题呢 是不要贴标签啊 对吧 然后我觉得标签就是很荒谬的一个点嘛 对吧 你们发现没有一个细节啊 就是其实你们来报名这个观众的时候啊 你们要发自拍 你们发现了吗 对吧 对 其实你理解一下 因为我们也不是给你们贴标签 我们是想让就是好看的观众坐在第一排 就是拍一个好看一点嘛 对吧 然后经过筛选之后呢 我们取消了第一排 真的 你们不要开心 你们是第二排 第二排 对吧 你看就这位大哥 你肯定是没有交自拍 我跟你讲 你要交了自拍不能让你进来 我跟你讲 对 这是真事啊 其实我们生活中很多人都给贴标签嘛 对吧 你想一提起 倪萍阿姨 对吧 都说 那可是一个亿啊 对不对 一说起 倪萍阿姨 那可是两个亿啊 就是 哎呀 这个 我 这个段子不是我写的 都不懂什么意思啊 听不懂 听不懂 对 一说起 我都说是脱口秀未来 对吧 这种东西虽然真实 但是我们喜欢吗 你给我们贴标签的时候 你们问过我们 我们喜欢吗 我问过刘萍阿姨 他喜欢 对 大家都知道刘萍阿姨这个标签的就是宅男女神嘛 其实我觉得这个标签特别凑合 对吧 你女神就女神 你宅男女神 对吧 就宅男喜欢就是宅男女神 现在很多明星的标签有女神 男神 对不对 前面还有加前缀的什么 广告男神 给大家解释一下啊 广告男神就是不会演戏的 素颜女神就是整容整得好的 还有一些弹幕男神 我都不知道啊 被弹幕挡着脸 有什么好骄傲的 张老师 其实现在很危险啊 同学们 真的 你看想啊 现在啊 神越来越多 人越来越少 都是那种天黑不闭眼的 村民民小心啊 小心小心 其实我不喜欢给自己贴标签啊 然后 但是老师呢 也会给我们贴标签 就比如说我小时候 就跟现在一样 就是话特别多 上课爱说话 所以老师觉得班里上最爱说话就是我 然后经常 哎呀 就是老师写着版书呢 我的班底也一乱 吃得你给我出去 肯定是我的吧 应该是我在说话 但是有一次啊 有一次上课 老师在写版书 啊 底下特别乱 老师头都没有回 吃得你给我出去 当时给我气的 哇 踹门我就进去了 我说老师 我在外边站着呢 最后呢 我想说呢 大家呢 也不要给别人贴标签 也不要活在别人给你贴的标签里面 最后我想说 我是透秀未来迟的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大家 好 笑我还没说呢 我把疯了吗你 我觉得有这种观众 你去医院好不好 不要来看我们节目 没用 大家好 我是迟子 今天来人特别开心啊 看见海涛特别开心 因为之前呢 我们公司都说了 迟子 真的 我们让你上快乐大本营好不好 一直没有机会吧 一直没有机会 今天公司说 好 今天给你一个惊喜 对吧 你给我解释一下 什么叫惊喜 对不对 你们以为把海涛请来 我就上快乐大本营了 是不是 他都没怎么上 我快乐大本营 我们就在 我天 对 然后挺开心 挺开心 王妈也来了 对吧 你们是不是以为 把海涛妈妈请来 我们就怕你 日本真是 你们请家长 吓什么 你是真吓人 我们跟你讲 我从小就怕请家长这件事 但是我们也不怕 对不对 我们用王建国的一句话说得好 那就是我们对这个实力 那就是池子上大学 就是不讲道理 今天的主题是 你真的有朋友 我觉得真朋友之间 就是互相帮忙 就比如说我从小就爱帮忙 就是帮忙写作业什么的 我们经常暑假的时候 聚在一起就写作业 然后我们就探讨问题 就说你选的什么 他说我选的A 你呢我选的C 我呢我选的B 我说这样 我就发起一个看法 我就说你看 咱们仨的实力 自己都清楚对吧 咱们仨是肯定算不出来这道题的 既然咱们算的是ABC 那肯定选D 我们选了D 然后开学啊 开学老师就 你们仨给我过来 我们仨给我过去 你这是不是抄的 我说老师 你这冤枉我了 我对天发誓 我们三个是探讨 学术探讨 探讨出来的选D 然后就你们探讨 探讨个屁 这题仨选项 你们选D 押韵押韵 押韵押韵 我们队有一个队员串节目了 坐坐坐 别急别急 对 买豪米 三几天呢 三几天 三几天有个朋友 有个朋友 我真的 让我帮他忙 他帮我帮他忙 说他要高考了 让我祝福他一下 让我祝福他一下 我说朋友 对吧 你自己复读四年了 心底什么水平 没点数嘛 你让我祝福你 对不对 再说了我什么水平 对吧 我高中都没毕业 我祝福你高考顺利 你会起不会起 还有像这奇怪的朋友 他有很奇怪的朋友 说 池子 我要去上海玩几天 玩几天 你能不能 能不能去你家住几天 我说住呗 朋友们 就来住几天 住几天 然后到现在 住了一年半了 一年半了 真的 工资比我都高 一分钱没出过 有一天我就想 找他谈谈 我就说 他说哥们你看你 都住一年半了 对不对 来的时候还是单身 现在孩子都三个月了 你还住我家 对吧 你那孩子跟我 挤一个床不合适 对不对 对吧 然后那哥们也是 这样吧 我也想过这个问题 要不 你搬出去吧 我搬出去 对不对 你咋不搬出去呢 我朋友生气了 你是不是不把我当哥们 我搬出去 那我爸妈怎么办 谁呀 我家里住六个人 太累了 跟你讲 朋友今天很多这种事 对不对 搬个家 带个够 买个东西什么的 我教你们一个办法 对吧 就是你怎么能不帮朋友忙 对 就是你呀 你活得特别不靠谱 你活成一个最不靠谱的样子 肯定没人找你帮忙 比如说朋友找你搬家 对不对 你就给他搬 你说行 明天我就去 去 搬家 你就把他最贵的家具 就从六楼往下推 出来得稀碎 对吧 然后你下楼 自责 都怪我不好 你看看 摔得没法用了都 你朋友也不能说你 对吧 你帮忙的 对不对 然后你 帮他搬家 对吧 家具搬好 上车了 然后你给司机指路 指交区 指山上 司机你就往这开 往这开 对导航往这开 开到那 卸货 卸到山上 师傅说你确定卸这 卸这就是这 山上就是这 卸货 卸完货 你朋友一去 你怎么给我搬这来了 你就自责 哎呦 你看我怎么弄的 哎呦 真笨 他不能说你 对吧 就来回来去 弄几次 肯定没人找你 谁找你 谁有病 对 这是我的方法 我觉得 朋友之间 应该互相帮助 大家都是平等的 互相帮忙 才能有更牢靠的友谊 我是池子 谢谢大家 天天天 够了够了 感觉像你们的粉丝 大家好 我是池子 今天来这演出 特别开心 真是太开心了 你们开心吗 开心 你们开心个屁 还没开始呢 就是我特别开心 我特别开心 因为我坐在 李通旁边 对吧 我这个心情 往外翻真的 我就是特别开心 因为我坐在旁边 有一种第一名的感觉 不是那个意思 对不起 我不是第一名 我觉得这个 不是第一名 为什么要对不起 我觉得不应该这样 我觉得应该 得了第一名的对不起 对不对 你想想 你得了第一名 在某种程度上 其他人很难看 对不对 你想想 以前还好 你谦虚一点还好 对吧 你得了第一名 像古人一样 就是说承让 承让 现代人得了第一名 给你五 给你五 真的 对不对 现在人太浮夸了 对不对 不要老 而且我觉得李通 做得很好 对吧 其实他呢 想是有一个 比较大的目标 就是他想到达 偶像的顶点 对吧 然后我也有一个 小目标 我想当偶像 但是我就想当偶像 那是想告诉大家 什么是偶像的底线 就是我如果是偶像的底线 那欣姐 就是主持人的底线 还笑 就欣姐那个主持 还没李通唱歌好听 我也不是说 你唱歌难听 我是说他实在 都不算主持 你在夸达大美营 那叫主持人吗 对吧 你主持的是海涛的 惩罚环节 是吧 你俩单开个节目 得了 对 我们公司呢 曾经 说满足我一个愿望 说 迟了你不是想上 夸达大美营吗 对我们 满足你的愿望 上一期 把海涛请来了 骗傻子呢 对不对 你把海涛请来 就算我上过来的名吗 对吧 我说不行 不算一回事 这期呢 把新杰请来了 一次不如一次 对不对 然后我觉得 说起学习 说起学习呢 我确实有很多心得 有很多心得 就是大家都知道 不要去经常 抢第一什么的 我觉得每个人嘛 同学呀 孩子什么的 都不一样 对不对 擅长的东西也不一样 对吧 那有的人 就是擅长语文 有的人就擅长数学 那有的人呢 就是美术好 那我呢 就是身体好 对 就是每个人都不一样嘛 对吧 如果说把学习啊 比作一场跑步比赛的话 有的人呢 跑得就是快 有的人跑得就是慢 学习不好呢 你就走着 那我呢 我就打裁判 对 就是这么一个道理 我说这么多呀 确实是呢 从小呢 我从学习上啊 从来没有拿过第一名 但是就是大家可能也知道 那种第一名有时候 挺讨厌的 对不对 你应该最知道 就是第一名特别讨厌啊 就身边有这样的同学 对吧 考试之前 就跟 就全班就走动啊 就跟大家说 哎呀 又没复习 哎呀 作业都写不完 哪有时间 没有复习 没有复习 哎呦 那不会怎么办 懵呗 那就不会就选C呗 对吧 听完了之后 我特别有底气啊 我说 我跟班里第一名学习方法是一样的 我还有什么理由不自信呢 对不对 就考试 对吧 考完了人家98 我6分 确实是学习不好啊 就是没有拿在学习上拿过第一名 但是我每天啊 都是第一个到班里的人 对 为什么到第一个 因为都要抄作业 对 第一排观众不是好学生啊 真的确实要抄作业 对 为什么第一个到 因为你只有到的够早 能拿到第一手的好资源 小窍门 真的 你只有拿到第一手的好资源 才能抄作业 我为了抄作业啊 甚至在我桌子上刻了一个枣字 真的真的 大家都知道这个典故吧 对吧 就是鲁迅先生的一篇散文 让不知道多少中小学的课堂的课桌上 多了一个枣字 这那些同学 无论什么样都敢往上写 对不对 我也同桌啊 每天真的起码吃到两节课 我有时候来的时候都下午了 还在桌上课字呢 哎呀 这家学习也不好 来的也晚 天天旷课 哎呀 那早是早退的意思 我也不知道 还课早呢 我有一天我就想去看看 我到你课了什么字 对吧 我一看 也活该 对吧 课的是干汗的汗 对 然后大家最在乎名次的时候 是什么时候 就是高考的时候 对不对 就是查分数的时候 很紧张 对不对 大家都很紧张 然后呢 我曾经有一个好朋友 叫放法 就是 真的一个好朋友 关系特别好 然后就是高考查分数的时候呢 我就跟他打电话 我就说 哎 放法 你查分数了吗 他说 哎呀 没呢 就太紧张 不敢查 我说哎呀 你别紧张 三百二 我帮你查了 对 然后他一星期 没有跟我说话 就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一过了一星期 我又给他打过去 我就说放法 你是不是生我气了 你别生我气 你怎么了 你这几天不理我 他说 哎 也不是生你气 我这两天不是报志愿吗 报志愿就发愁 不知道怎么报 哎 我说 你也别发愁了 我都给你报了 一二三志愿 全是清华 你真的 你出去你就说 你是清华落榜生 真的 哎 你就往外说 辈儿有面 哎 我至今也想不明白 为什么他跟我绝交 然后他爷爷呢 也至今也想不明白 为什么一个清华落榜生 上的是绩效 啊 这个压伙吃断 其实每次上台都紧张 前 一期两期我觉得不太行 今天我觉得七八十分 好的 我还是吃断 哎 我还是吃断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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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呜 本来你无所谓嘛 你实力就在那了 你怎么样的 你好好演 所以跟那个顺序对手 我觉得是 你如果真的心里有底的话 就选谁都行 好 好 大家好 我是吃断 哎呀 很开心很开心啊 我天 今天粉丝太多了 啊 哈 众所周知啊 我从小呢 就是一个在北京长大的一个人啊 最近几年在上海生活 他经常说啊 逃离北上广啊 为什么我从北京 哎呀 又跑到上海来 对吧 因为我确实当时年轻啊 对吧 我以为这个逃离北上广啊 是个顺序 啊 太年轻了啊 就是我确实在北京住过很多年啊 现在主要住在上海 我给大家讲讲北京跟上海的区别吧 对吧 我刚来上海的时候 是那时候是冬天 是冬天 然后呢 我当时刚来上海 我在世界上只有一个想法 就是 回北京 啊 上海太冷了 我只跟你讲 真的 真的不是跟你开玩笑啊 上海没有暖气啊 它不是一个段子 它是真事 我天 太恐怖了 就是我 我真的太冷了 我当时我是在北京嘛 北京 我觉得啊 北京的时候 我觉得空调啊 这个制暖的这个 是个特别多余的设计 我来到上海之后呢 我觉得上海的冬天 是个特别多余的设计 太冷了 真的 我当时在北方 在北方 冬天嘛 外边冷 冷怎么办 你回家嘛 回家就暖和了 上海不行 上海 上海外边冷怎么办 你回家 回家更冷 对吧 有时候我在屋里冻了 我都出去暖和暖和 对 然后北京上海呢 还要一个区别 就是不知道你们发现没有 就是随地小便 上海这个现象特别多 你们发现没有 没发现吗 你没发现吗 上海特别潮湿 真的 我不是说上海人啊 我说就这种 你没素质人特别多啊 然后到处都有 真的 在上海有时候走两步碰你一个 走两步碰你一个 有时候你走两步 他停下来 就开始小便 我这 我自己都想懵 对不对 我说你这 我就很慌张 我说这不是墙角啊 这也没有树坑啊 对不对 你这 你搞得我自己很慌张 对不对 我觉得你领地意识太强了 你这 哎 对 而且他们 他们真的 没有一点羞愧 真的 你搞得你反而很羞愧 对吧 你他们应该 你都 就我觉得这样不对 对吧 所以现在我在大街上 见到随机小便 我就瞪着他 我就看着他 对不对 对吧 有时候我还有一些小动作 我就 吓 吓 那我就 我就想给他心里啊 留下一些阴影 对吧 也算是为社会做贡献了 真的 哎呀 曾经 曾经啊 我曾经打车 走在李娇桥 就是特别大的路口 看到这么一幕 一个出车司机啊 就是半路就停下来了 停下来打开门 拿出一杯水 喝了一口 放在那个车上面 开着小便 随机小便 我说天哪 我特别顺其自然 我说 这 这看不下去了 对不对 我就 把窗户摇下来 我说 警察来了 然后他 就上车 撒的开走了 他虽然上车了 但是他还知道 人啊 小便是不能及时停下来的 我不知道车里 是什么的画面啊 真的 反正他走的时候 那个车在淌水啊 说起交通啊 还想起就是北京上海啊 就是地铁还挺像的 就是人特别多 对不对 就我有幸啊 挤过北京上海两个城市 所有高峰的地铁啊 真的就是 哇 人特别多 真的 你坐那个地铁啊 就是你感觉就是 你就不用把脚抬起来 对吧 你跟着飘就行了 对不对 对 就真的 你就问你飞不飞 坐地铁的滋味美不美 对不对 就真的 就真的 你就跟着啪 老话说的好 对不对 上车容易 下车难 真的 哇 你那个地铁 你上你特别容易 跟着飘的进去了 你下车的时候 你就真的出不来 对不对 就我这身板 真的 经常到终点站 对不对 有一次实在是有事 有事 有急事 我拉了警报才下来 真的 北京地铁人太多了 而且我觉得 上海和北京的地铁的安检 有很大区别 真的太有意思了 对吧 上海的安检 你们就坐地铁的时候 上海的安检 它有意思 对不对 上海 就是 您过来 哇 都没有碰到我 甚至安检仪都没有开 走了 什么东西 有一次安检 我说 我给你后边的 这样 真的当年安检 太凑合事了 对吧 然后 北京安检就很严格 北京很严格 有没有在北京坐地铁的 北京地铁安检 有一个环节 叫喝一口 你知道吗 喝一口 这个环节就是说 你喝一口 你的饮料 证明你带的这个东西 无毒无害 有一次 我一个同学 好朋友 叫放访 有一次 他在北京 有一次去尿检 拿了一大瓶 拿了一大瓶 那个尿 六百毫升有 那个尿酿 就是送到医院 坐地铁送到医院 对吧 在安检口 被拦下来 先生你能喝一口 他很尴尬 对吧 当时在安检口 求了两个小时 才没喝 对吧 就是介绍这种环节 有一次 我就是 你知道透过秀演员 对于这种环节 就是有一种 想尝试的 一种越狱式的心态 对不对 有一次 我呢 就也是过安检 拿了瓶矿泉水 对吧 他说先生请你喝一口 我说喝一口就喝一口 对有什么呢 我就喝一个矿泉 喝完我就 哎呦 给他们下的呀 当时早高峰啊 十米之内 没有人敢进身 哎呦 对吧 然后我就 透过秀演员 特开心 哎呀 逗你玩的 对吧 然后行政拘留三天 谢谢大家 我是学生 我觉得这次这个主题其实挺适合我的 就是假如我的选择呀 或者是决定啊 都跟别人不太一样 所以很多人就会问我 你后不后悔 没上学呀 你后不后悔 什么做什么呀 我的回答就是你不要去后悔 我当时也觉得我的选择是没有问题的 那就勇敢去选 再看结果吧 再努力 再去做嘛 真天 哎呀好好好 哎呀好我是蚩泽 哎呀行 你给他拉下去 我的天哪 今天观众特别有意思啊 特别有意思啊 特别爱喊黑幕 我的天 你们是名人之子看多了吧 你们是 哎呀 你们行 特别有意思啊 对吧 你们 你们是不是觉得绿队老赢 不太公平 对吧 那你们还投他们队 你们喊什么黑幕 你们是投完绿队 黑幕 你们真行 对不对 我这看透你们了 哎呀 而且有些观众 就这排这些观众 特别有意思啊 而且讲 无论那个讲什么段子 失误了 他也好笑 真行 好你不要喊了不要喊了 对好啊 大家好我是蚩泽 很开心很开心 今天跟那个 欢迎斌老师 冰冰在一队啊 之前上这节目之前呢 冰冰跟我联系啊 他说蚩泽 蚩泽那个 我上这部的节目行吗 我说行没问题 他说 哎 我是主咖嘛 我说你这话说 你肯定是主咖呀 对不对 你是我们队最大的咖了 然后他说 哇 你们吐槽大会改版了 还分队啊 我说你就别问了 来就行了 来就行了 这张现场很不开心啊 很不开心 但是我觉得 其实你也不要后悔嘛 因为今天我们的题目 叫人生没有撤回键 对对对 你就坐着吧 大家生活中 肯定有很多后悔的事 对不对 就比如说 我也很后悔 就是当初 没有坚持我的音乐梦想 又是音乐梦想 如果我当初 坚持我的音乐梦想 也可能像 胡远冰老师一样 对吧 被人写在书里什么的 对 有可能 有可能 其实 每个人都有后悔的事嘛 对吧 但我这个性格 大家也了解 对吧 就比较冲动 比较活泼 对吧 我后悔的事特别多 我每分钟都在后悔 那比如说 现在我就后悔 刚才调侃胡远冰了 以后我在音乐圈 还怎么混 对不对 但是我忽然又一想 对吧 他在音乐圈 混得也不咋地 对不对 能拿我怎么样 但是我又一想 对吧 我又后悔了 对不对 你想想 这些小想法 不应该说出来 说出来 他脸色就很难看 但我又后悔 我都后悔 对吧 他本来也不太好看 别 别 我错了 我错了 别 别这样 我是战哥变了 别 别 黑幕 那部是黑幕队 然后说 其实我经常后悔 我就是经常小时候 小时候 我就是考一次试 真的考一次试 我能后悔三次 真的 最开始后悔什么 后悔头天晚上 复习一错科目 都说得好 对吧 临阵摸枪不快也光 但是你考数学 复习的英语 真是没什么用 真是临阵摸错枪了 很尴尬 第二后悔什么 后悔选座位 就比如说你们知道 就是班上啊 那些好同学啊 就是学习好的 他是上课听讲 他也不作弊 他就选第一排 对不对 坐第一排 我就知道这个吧 我就坐第二排 对不对 正好能抄着他们的卷子 有一天我就坐第二排 嘎一坐 坐下我就后悔了 前面的同学我认识 是我的好朋友 范范 就是那个清华洛榜生 对吧 他什么水平 我很了解 对不对 我什么都不会 我跟你讲 对不对 就是他 有的人啊 考试不带笔 就算了 他考试不带脑子 他就坐第一排 我就说 范范 怎么回事 怎么坐第一排 他说池子 你不知道 好学生都坐第一排 我说我知道 好学生坐第一排 所以我坐第二排 我就抄他们卷子 你坐第一排干嘛 他说你不知道 好学生都坐第一排 我坐第一排可能会考得很好 然后出来他考六分 我考八分 两个人相依为命的一天天 我这个人 有时候我这个智商啊 有时候都不是后悔 都是后怕啊 就前两天接了个活嘛 就是去给那个男人装 拍照片啊 男人装 哎呀对吧 对吧 我一想 男人装我熟啊 对不对 他这个拍照的风格 我很了解 对不对 我光榜就去了 走半袋呢 碰见李淡了 李淡说池子 你怎么回事 这光榜都出来了 我说你不知道 今天咱们 咱们拍男人装 男人装 你这个衣服不符合规定啊 李淡说 你这个脑子真是 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 就脱了啊 我俩呢 就开开心心地 逛着马上往那走 走一半的碰见张老师 张老师说 李淡吃的干嘛呢 你们干什么呢 说张老师 咱们拍男人装去啊 咱们仨男人装今天 你们两个都多大了 在大街上就这样 对不对 拍男人装也不能这样 来 穿上 你说你啊 吃的 他天不学好跟李淡啊 你也不穿衣服出门 你这怎么回事 来来穿上 穿上李淡 穿上 我跟李淡呢 穿得很整齐 张老师脱光了 就去了 最后呢 只有他火了 你看我俩都不太火 谢谢大家 我是吃的 一个九五后的小朋友 为什么老说他是个天才 他很躁动 他很狂野 并且他的躁动和狂野 又有一种外放和滑张的表现方式表现出来 而恰恰这种表现方式让他的所有的表达都变得好笑 一个人的状态对表演来说其实是很重要的 因为假如说我吧 我就是很自然很放松的那种表演状态 因为这样我觉得是会让观众更好的进入我的一个情境 更好的听到我的笑点的东西 因为毕竟喜剧嘛 所以要放松下来才能接受 是不是你好妹 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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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池子 哎 那个灯盘收一收收一收 过分了过分了 哎呀 给了你五十块钱做这么大个灯盘 你说什么 你说什么我听不清 不敢说第二遍行 好行 别闹 生什么吼子 他是个男的刚才 咱俩只能生气 别闹别闹 然后池子啊 就是今天咱们的主题啊 主题讲的是用爱绑架你 哎呀说起绑架呀 大家可能没有这方面的经历啊 但是但是我呢 对吧 我这个 我其实也没这个经历 但是我就想说一说 其实我从小啊 我大家可能也有这种幻想 就幻想自己被绑架什么的 我从小就想真的 我小学的时候就天天想 我一放学 哇 来一个大面貌车 几个黑衣人 啪给我抓走了 对吧 抓走我肯定不难过 我肯定很开心 对吧 我就知道我是个富二代 哎 对 对 现实一般都是很残酷的 对吧 有时候 对吧 今天讲这个绑架 其实有时候呢 就朋友 就是其实就会绑架你 对不对 就比如说 我有一个好朋友叫放放啊 他呢 他是对 考上大学了 考上大学了啊 他高中呢 跟我同桌了三年 他考上大学了 我的天 我就不服气了 对吧 我就说放放啊 别上大学了 我都是为你好 来上海工作吧 我以我池子的名义啊 我给你担保 我去给你申请 给你一个稳定的收入 对不对 然后放放说 啊 稳定的收入 那有多少 五百块钱没有问题 我跟你讲 我以池子的名义 我去给你申请 然后他就不跟我做朋友了 然后我就 我就说你别着急 别着急 你听我讲啊 你仔细想想 你想你现在上大学 对吧 一个月 生活费 学费什么 得四千多 对不对 但你来上海 一个月赚五百块钱 这里外里一算 月薪五千呀 对吧 哇塞 放放动心了 对吧 当时第二天就来了 第二天就来了 对吧 来到上海之后 当然没有月薪五千 房租五千 到现在都没有钱 买火车票回家 对 其实 那就自由一点嘛 什么拿出来调侃嘛 对吧 然后我觉得 其实在我们身边呀 经常绑架我们呢 其实就是父母了 对不对 父母真是 我觉得我妈就特别有意思 小时候我妈就让我学钢琴 就跟我说 孩子 你不知道啊 我特别想当一个钢琴家 我说妈 那你咋不去学呢 哎 你不知道 我不是这块料 妈 你不是那块料 你有没有想过 我就是你的一块料 其实就被父母绑架了很多年 我已经学会怎么挣脱他们的绑架了 对吧 就比如说 他们父母经常有一些 有一些东西 就不忍心 直接说出来 就想拐弯抹角的 让你懂 对吧 他们经常就是 比如说前两天 我爸给我打电话 我爸给我打电话说 哎 知道了呀 你给我查查明天去上海的火车票 还有没有了 我说爸 这就给你买了吧 你这费什么劲 我这给你买了 不要啊 不要 你给我查 就查查就行 不用买啊 就查查啊 就说你咱俩客气啥 一个火车票 有 有是吧 有啊 有 那你说我明天上午去买票 来得及吗 来得及 来得及是吧 来得及啊 我怎么听 我上午去坐车的话 我听对面说来不及啊 怎么来不及 明天早上 我给你打电话 叫你起床 挂了啊 特别好用 特别好用 不说父母了 说老师呢 也光以爱的名义 绑架咱们 真的啊 真的 我小时候就经常听这句话 班级是我家 校园是我家 每次我站在走廊里 看到这种标语 就特别生气 在我家 能不能让我坐一会儿 对不对 你就我一点都没有 主人翁的感觉 你们见过那种人 啊 人请客人来到家里啊 说哎呀 欢迎来到我家 当自己家一样 随便站啊 随便站 但是大家不要说话 说话可能得出去跑圈 做蹲起 就能有家的感觉 谢谢大家 我知道 池子 从表演的才能上来出 我觉得远胜入 池子有很多包 只有他自己能说 因为节奏完了 语言这个东西很奇妙 你早一秒说晚一秒说 可能感觉都不对 他就能抢那个点 他也没有经过长期的特务锻炼 他就能吸取 最多的是才华 根捕这个 很多人都说我呀 年纪小什么都敢说 但我觉得其实脱口锻炼 就是应该表达自己的一个态度 一个想法嘛 就跟假如摇滚一样 它是一种比较自由表达自己方式的途径嘛 我的东西呢 也确实都是我 我真实的想法 也想真实表达我自己的态度 然后我觉得大家也应该去把真实的想法去说出来 年轻人吧 就应该有真实的态度表达 然后就会独立思考 就应该这样 哎呀好我是池子 哎呀 今天讲这个题目很有意思啊 对我其实我在网上呢 经常看到有人 哎呀在这有一些观点呀 就经常吵架什么什么的 我觉得大家在网上不要吵架嘛 有什么问题讨论一下就好了 对吧 很多人呢就经常在我这吵架 对吧 跟我吵架 我是个说脱口销的 我跟你讲 我还怕你是怎么着 对吧 你信不信全你写断的理 对不对 我就在电脑屏幕上面 我就调侃你 你拿我怎么样 对不对 接下来来了啊 在微博上呢就有人给我评论说 哎呀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两天李诞给我拉黑了 太烦人了 小心眼 怎么回事 你看我们家吃的就是好 傻傻的 也不会拉黑人 对吧 多可爱 对吧 就这种人对吧 我也给他拉黑了 对 就是你不要这样对不对 还有人 还有人评论还回复他呢 说 你怎么说话呢 什么叫池子傻傻的 我们家李诞都不傻了吗 啊 然后我把这个截图呢 也发给李诞 他也被拉黑了 他们两个呢 现在在黑名单里 应该在讨论 讨论自己为什么被拉黑 想不明白 我觉得人与人间 就是很多代沟啊 都不是年龄 我觉得就是智商的问题 真的啊 其实客观来讲呢 其实每个人智商 就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我的同学天天上课都干什么 你知道吗 就智商都一样 上课吃橡皮 不是那种啊 拿那个橡皮整块直接吃 哇 他是这么吃的 拿着橡皮啊 在桌子上搓 搓出那个碎屑啊 把碎屑呢 存成团 摆好啊 一个一个摆好攒着 放到个小盒里边 下课之后呢 开始自己吃 还请别人吃 我有一天实在看不过去 我就 同桌啊 你知道吗 那个猴王丹呀 人家是买的 都不是自己做的 然后呢 这是小学啊 上高中呢 我觉得还是 我跟有一些同学呢 智商上有一些代沟 真的 比如说我有一个好朋友 叫放放啊 真的啊 他特别神奇 就是他呢 是每天呀 都特别困 特别睡觉一个人 你知道高中那种困是属于 游离在一个清醒的边缘那种困 对吧 他就不是直接睡 他是磕头 非常的摇滚的一个人 真的 天天这样 哎呀 真的他那个 他磕得真的 最困的时候 一星期磕坏三个桌子 我额头上都有茧子 我跟你讲 我第一次现在人脸上长茧子 哎呀 然后我有一次啊 他跟我说 有一次跟我说 舍子 我不能再这么睡下去了 我说你是怎么着 想好好学习了 他说不是 前两天去体检 说有脑震荡 然后呢 我有时候甚至觉得 跟老师交流呢 也有代沟 真的是有代沟 就比如说上课啊 老师会有时候问问题 这到底选什么呀 我就我也没举手 我就选C 老师生气了 我站起来 你说我说 是你说还是我说 那我就站起来 我说老师那 那我说 你说 老师生气了 我说老师那 那那您说吧 我不说 我当时虽然只有三年级 但我觉得他至少有问题 对吧 然后我想了想 怎么反驳他 我就想 老师你想 你呢 耽误我 一个人就一分钟 全满四十多个同学 你这可就耽误了一节课呀 对不对 老师呢 为了不耽误同学 让我出去了 对 以后这种老师说的话 不要去反驳他 不好 大家可能多少呢 都跟父母其实有点代沟 其实是 其实我呢 跟父母也有代沟 但我们家不太一样 因为在我们家呢 我是话最多的那一个 我经常是 妈 我跟你说的什么事呗 不听不听 妈 我跟你分享个小秘密 你都一边去 一边去 妈 我给你走走心吧 你忙着呢 别理我 我就很生气 你这种 到底是我青春期 还你青春期啊 怎么叛逆呢 然后有一天我妈实在是被我烦得受不了了 确实跟我想交流一下 跟我走心 说尺子呀 妈妈给你走走心 我说 行行你说 妈妈从两岁开始教你说话 三岁开始教你闭嘴 我说妈 中间那一年您干嘛去了 那年妈妈以为啊 孩子呀就是话多 后来发现不是 你就是有病 这是我跟我爸妈的问题啊 但是我觉得大家呢 可能跟父母啊 跟同学啊 都有代沟 但是如果你们 如果经常沟通啊 经常说话呢 就没有问题 大家应该去解决这个问题 不是跟别人吵架 好不好 谢谢大家 我是池子 池子其实在生活里面 就是一个非常奔放自由 感于表达自我的人 他的脱口秀 你表面看起来 好像是在说一些琐事 小事 但其实融入了 他很多生活里面的思考 我们也希望大家 在看了池子的脱口秀之后 有更多的独立思考的精神 有更多的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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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喜欢听这个嘻哈音乐什么的 所以我觉得比real这个事吧 有些人是真的对吧 有些人就是假的 我觉得比real 你就应该是一种真的一种状态 而不是只是嘴上一句口号 我放下 你给我放下 你给我放下 对就不应该只是一句口号 好 好 可以行 好 停吧 有停 对 好 大家好 我是吃的 今天非常开心 非常开心 今天我们很多个嘉宾 就是欧阳景 王林老师 王刚老师 还有史严老师 对 你们会觉得有一个非常突兀 但没有办法 确实是嘉宾 对 很开心很开心 首先说我跟王林 跟雪姨 很早就认识了 私下关系也特别好 他真的是一个非常real的人 真的非常real 我几乎可以说 我觉得我的那个嘻哈启蒙声 他这开始 对 对不对 别躲在里面捕住声 我知道你在家 开门呀 开门呀 对 真的是 嘻哈音乐的鼻祖了 鼻祖了 对 刚才那个呢 是 Old School 但你如果 对吧 如果今天比较火的是另一种风格 别躲在里面 捕住声 我值得你在家 对 这是今天比较火的 叫Trap 这是对两种风格 今天 王冈老师也来我们节目 非常开心 非常开心 因为我之前呢也是 知道王冈老师喜欢文丸 古董 大家知道吧 他看见别人呢 有那种真的东西 特别好的东西 他就想卖 看见别人有特别假的东西 他就想砸 但人家也不让他砸怎么办 灵机一动 做个节目好不好 哈哈哈哈 然后就做了个节目 专门砸别人的坏东西 然后呢 然后那个节目真的 我觉得那个节目非常的好 非常的 那个节目叫打地鼠 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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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保 健保 天下收藏 天下收藏 对对对 砸你 对对对 没有啊 我小时候真的特别喜欢看这个节目 真的特别喜欢 我不知道你们都看过没有啊 真的非常的real了 当时是可以说是中国首档啊 在电视上面砸东西的节目 都不是real 甚至都有点ganstar 我跟你讲 太疯狂了 那个节目 哇这边就是特别喜欢那个环节 有请互保锤 拿个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那个锤的只砸坏东西 叫互保锤 有请互保锤 有请互保锤 拿着来拿着来 然后王康老师还老问人家 这个结果已经出来了 你以后最后一次机会 你改不改 我不改 我再问你一次 改不改 不改 真的就框框就砸 真的 他这节目求垂得垂啊 每次都是实锤 砸得稀碎 哎呀 真的非常厉害 砸的时候就是 你们这些faker 哈哈哈哈哈哈 对真的是很很real的一个节目啊 今天呢 欧阳靖也来 欧阳靖也来 我特别喜欢他真的 我特别开心能跟他一对啊 因为我曾看一个节目 节目里说 就是他曾经在美国 他说过脱口秀 你们知道吗 他在美国英语就表演过 就是他可以说是老江湖了 是吧 可以取代我队长位置的一个人 其实有一个人也说过这样的话 但给人淘汰了 你说的 我今天就把队长就让给他 哈哈哈哈 说到做到啊 真的让给现在你是队长 哈哈哈哈 对队长没什么含金亮 就是就是 就是我呢 我算是真是比较喜欢看中国有嘻哈这个节目了 就我那个 在节目里面呢 我有一个选手很特殊 不知道你们知道不知道 叫鬼便 对 哇塞 鬼便唱的那个风格是这样 我的背影如飞掀起了大屋 哈哈哈哈 就是 就是 就是唱起歌来你一听就知道 嗓子不好 嗓子不好就得用手 就得用念词 非常的巧妙啊 非常的巧妙 对 我觉得他应该去演一些蜘蛛侠什么的 对 非常好 然后中国有嘻哈里面 我觉得有些人天天说一句话 就是大家可能都听我叫 Keep it real 那Keep it real Keep it real 但是我真的在想 Keep it real什么意思 对不对 字面意思就是保持真实 保持真我 对不对 但你们那叫保持真实吗 那有的人啊前一天 你都得死啊 第二天就 心里要充满爱 我告诉你 第三天就是 有意见当面好 第四天手拉手 心连心都惯了 你说说真实 你这不好啊 你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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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觉得这些 这些选手 都应该让那个 王冠老师砸一砸 对吧 全给你们砸到地下去 对吧 几乎我从小就比较喜欢听说唱 你看周杰伦的说唱 就是纯中文的 特别好听 我特别喜欢 那欧阳靖呢有很多的 说唱都是纯英文的 我也挺好的 但现在很多说唱歌手啊 就非得在那个中文里边 加几个英文单词 真的 哇 总共都不会五个单词 真的全加进去了 我 真的 哎呀就比如说 比如说首先给大家讲一讲 这个英文单词啊 最常见的一个叫 叫什么 h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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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ter什么意思 就是讨厌你的人 但是你想知道讨厌你啊 首先得认识你 对不对 你上节目之前 谁是你hater 对不对 天天hater hater 他第一首歌就是骂hater 骂特别狠 因为他知道也没人往心里去 hater faker faker什么意思 faker就是厌品 厌品的意思啊 就是说 就是说一些说唱歌手 互相之间的尊称啊 faker啊 还有什么flow beat什么的 非得就说 其实他们自己可能不知道什么意思啊 就就前面加两个字 我的就能用的 我的flow我的beat 就能用 就能用啊 然后还有最后一个词 叫homie homie homie homie这个词真是太ho了 ho死我了 我跟你讲 homie这个词呢 我想了想中文最贴切的翻译是 老铁 对吧 老铁有多土 你们就有多土 真的 你们那个说话呀 对吧 非得加英文单词 就我们这些comedian里面 就听起来很embarrassing 就感觉你这个让我感到很uncomfortable you know 我觉得大家呢 就说唱呢 就好好说唱 对不对 你是唱中文就唱中文 你英文呢就唱英文 你不要老这么加一些英文单词 对不对 还天天长着keep it real 你要是真keep it real的话 你就不要加那么多keep it real 对不对 我觉得 而且我在那个节目里看完了 我是真的是最喜欢欧阳靖 因为我觉得她在那个节目里啊 她是确实是带着面具上那个节目 但我觉得也只有她一个人摘掉了面具 谢谢大家 我是池子 其实池子 她也一直在进步吧 她以前可能就是讲一些比较有趣的事情 或者是笑话比较多一点 但是这一期她是有改变的 比如说她最后讲的那个 在中国有嘻哈里面只有欧阳靖戴上了面具 但最后也只有她摘下了面具 我觉得是她的一个传递价值观的一个想法 很多人都说我年纪小啊 没心没肺的 没什么好焦虑 其实 每个时候每个年段都有焦虑的事儿嘛 比如说我小时候考试的时候很焦虑 我考试之前不知道怎么复习 考试的时候 AKC到底选哪个 真的是不知道选哪个 考完试你得八分 你怎么说对不对 你怎么解释 其实现在我也有很焦虑的事儿 我现在就是我现在变不下词了你还采访 不要采访好不好 我相信被词了 好 可以 好 我是池子 说起这个焦虑 其实我深有感触 真的我其实是一个很容易焦虑的人 很容易紧张 你别看我就是在台上还挺放松的 对吧 但其实裤子是湿的谁知道 对不对 我告诉你现在我这个人 我都是一步一个脚印现在基本上 对吧 我就走对吧 你们顺着脚印能找到我 对吧 但是我顺着脚印走回去呢 就抓不到我了 是吧官队 这侦探 这是我都懂 真的对吧 真的你说那种侦探抓人的时候 通过脚印判断这个人的体重 对不对 我还让你判断 我就这么走 对不对 还判断体重 对吧 我这么走 还想抓我 真是 抓不着吧 对吧 你们见过这样的脚印吗 我其实在台上真的十分紧张 因为我怕你们就是 脱口秀嘛 怕你们不笑 怕你们不笑我就想过这个问题 不笑怎么办 我想过很多种解决方法 就比如说第一种呢 就是放大声音 表情很夸张 动作做足 然后等 就比如说这个段子 就比如说外卖小哥 你点外卖的 就是外卖小哥 经常会提醒 说能不能给个五星好评啊 对吧 有的是口头提醒一下 有的呢 是给你发个短信 有的呢就给你打电话 对 这种方法不太好使 能看出来 对不太好使 不太好使 但我还有第二种方法 第二种方法就很好用了 就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就讲完一个段子呢 不好笑呢 我就不承认它是个段子 对 对 讲完段子 我就不说那是个段子 我就说 其实我现在都不太承认 我是个透过秀演员 我出去都说我是个歌手 对吧 是个说唱歌手 因为我觉得唱歌呢 其实比较简单啊 你想唱歌 你歌手在台上唱歌 你些什么反应都可以 你可以挥手 你可以尖叫 你可以跟着唱 你干嘛都行 你可以哭也行 对吧 最后你下台的时候 有掌声就行了 谁下台还没个掌声啊 对不对 谢谢大家 我是吃的 对吧 你看就是有掌声 就很好用 对吧 刚才呢我又学了一招 就是介绍自己 叫Alan什么东西 我叫Alan吃 对 就是这两点学到了 就很简单啊 而且我觉得说透口秀啊 就是底下观众的只能笑 你们就很局限 只能笑鼓掌什么的 你不能干别的事 干别的事就很奇怪 你能跟着我说吗 你不能 我都不知道下一个段的是什么 举个例子啊 就比如说那个外卖小哥那个事 对吧 就比如说外卖小哥呢 他经常会提醒你 去给一个五星好评 给五星好评的时候 有时候是口头提醒你 有时候呢 他就会给你发短信 有时候呢 他会怎么样呢 你看他忘了 这个其实真的就不在 透口秀就真的是 观众不能一块说 对吧 刚才他的眼神 他的眼神就是 你别过来 他说吃了 你是不是这么过来的 对 其实透口秀 当观众也挺难的 因为你看你们在台下坐着 对吧 你如果不笑 我讲完一个段子 你不笑 我会觉得你脑子有问题 听不懂段子 对不对 但如果你像这个观众 一直在笑的话 我觉得你脑子也有问题 听什么都笑 对 就像现在一样 就是有时间 还是多去医院 透口秀不治病 其实当透口秀 观众其实挺难 因为我们经常会调侃你们 有时候会调戏你们 有时候会调戏你们 有时候会骂你们 还会打你们 那很正常 很正常 所以不然以为 你们以为我拿这个干嘛 你以为摆着好看吗 不是 这是防身 然后现在呢 就是快到尾声了 你们肯定很想听 那个外卖小哥的段子 对不对 我给大家讲一讲吧 是这样的 就是你点外卖嘛 点外卖的 经常都会有那个 就是外卖小哥啊 什么什么 你能不能给个五星好评 对吧 好笑 第一次有人这么欣赏我的端 虽然我还没讲完 对对真的 就刚才就属于全体有毛病的感觉 理解我的感受了吧 就不能随便笑啊 我接着讲啊 这个段子很关键 就是说 点外卖的时候嘛 对吧 你的外卖小哥呢 就会提醒你 就提醒你 就是你你你你 能不能给个五星好评 有的人呢是口头说一声 有的人给你发短信 有的人打电话 这个段子等我没写完啊 谢谢大家 我是池子 今天池子的表演 其实是一个 蛮有冒险的尝试 因为他的段子 都是非常放心的 并不是那种传统的啊 有一个铺垫有一个笑点 而是很需要 跟现场的观众去互动的 池子今天用很生动的表演和互动 让观众也能够理解 透过修演员的焦虑 还有我们的无奈 大家好我是池子 今天来演出很开心啊 特别开心 要来这个录制这项节目 对吧 你猜我为什么开心 你觉得我是因为六孝庆老师 还是因为袁虹老师 对吧 你们猜一猜 袁虹 对你们猜对了 我很开心是因为 这是到了第二期 对特别开心 快录完了 今天的那个 我们这个主题啊 讲的是一个叫 不要冷漠要幽默啊 因为我觉得这个主题 真的有什么好讲的 对不对 你说幽默 我要跟你们讲幽默 你们能幽默起来 那你真的太幽默了 对不对 我觉得 我觉得就应该 就像一个歌唱比赛一样 就像歌唱比赛一样 就是你一个歌手上来 说各位导师好 接下来给大家带了一首歌曲 歌曲的名字叫 好听 这个题目逼得我们 真是游戏彩带的 然后演鹦鹉的 我天哪 真是 我还以为看的是曲线杂谈的 今天那个刘浩青阿姨也来到了现场 真的 我爷爷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你 真的 真的 这是真的 我爷爷真的特别喜欢你 但是 就是现在您还就是还健在 但是我爷爷已经 我 我爷爷已经不喜欢你了 不愧吧 不愧吧 绝对不可能 这是不可能的 你们以为呢 啊 你们想什么呢 对吧 咱们今天主题是幽默 幽默 我爷爷还看着节目呢 就闹 就是对 就为什么就是我爷爷说 后来不喜欢你了 因为你想对吧 假如说您在电视上演那种 就是很年轻的那种少女 十几岁那种少女 说爷爷天天还特别喜欢你 我会觉得她是个变态 对不对 我心里很各样对吧 她也不能天天那种 啊 刘晓晓 我爱你命给你啊 对吧 会都命真给你 谁受了对吧 真的是不太不太好对吧 但是 其实我呢 我也不太敢喜欢刘晓庆老师 对吧 因为你想 我如果看着您演那个《世纪》 所以那个少女 也特别喜欢 对吧 但是您的真实年龄 又跟我爷爷差不多大 对吧 我爷爷看着我会觉得很奇怪 对不对 我就刘晓庆了 命给你啊对吧 我爷爷会很发愁对吧 哎 这孙子挺成熟啊 其实呢 我在微博上面啊 经常发一些就是就是 就是英文哪一些东西 很多人说 痴子你看懂吧 然后发一些繁体字的东西 痴子你看懂吧 有时候我发我自己的自拍 很多评论痴子你看懂 我连自拍都看不懂 你是不是觉得我傻 啊 我这图片都看不懂了吗 我是没上过大学对不对 但又不是傻 你们真的上过大学都不傻吗 对吧 你看卡姆 对吧 就 找衣服呢啊 就是这 哎 其实有时候觉得就是人傻挺开心的 我一个好朋友啊 叫放放 对 我特别喜欢跟他玩 跟他玩 但是你跟他玩就会很多乐趣 就比如说有一次 我们成语接龙 成语接龙啊 这接龙 这些什么牛鬼蛇神 这些神马玩意儿 到他这儿 到放放这儿 但是放放怎么接 放放想了半天 神马玩意儿 一二三四 替大家有吃的 谢谢 谢谢 谢谢